你好 欢迎收看1月25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即将迎接春节了 县长徐贞卫率领县霞各社团工商企业界代表 组成113年春节进军团 在陆军花防部实施春节进军活动 包含空军校准部 空军后勤附建厂等23个驻军部队 并自证团体慰问津 感谢他们的贡献 农历春节将至 为感谢束手家园国军弟兄 24日县长徐贞卫率领县霞社团工商企业界代表 组成113年春节进军团 在民政处长明良珍 军人服务站长黄中昌陪同下 首先于陆军花防部实施春节进军活动 致贞卫问津 社卫单位还包含陆军花防部 空军校准部 空军后勤附建厂等23个驻军部队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陆毅战训本屋 所以我们能够回报给各位大概就是两个方面 两件事情 第一我们就是每天很努力 尽量的把战训工作这件事情把它做好 那我也都跟大家讲说 我们不敢跟各位保证 但是我又必须要跟各位保证 就是说国家安全这件事情 有关于台湾安全防卫作战这件事情 各位就把它交给我们 我们会尽量把它做好 我们会尽量把它做好 那同时我跟各位想的都是一样 我们不求战 但是如何才能避战 其实避战最关键的就是做好战备的工作 这也是我们每天各部队的主办 今天练习的各单位的主办 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军人是我们绝对要去这个非常非常尊敬 而且敬重的 保江卫国我们非常的敬重 所以每一次我们都有这么多的老板企业都愿意 愿意把它工作放下来来看看大家 那另外第三点就是我想在居里生活 用这样子调动 其实有时候一个地方待三年 一个地方待一年这样子的调 我想人的缘分非常非常的奇妙 那我们真的是好好珍惜 这也是真会一直觉得 只要来到花莲 我们要好好地珍惜它 让它在花莲很开心 然后很安定 很安全 也很安心 那派到任何的地方 高升到任何地方的时候 也成为花莲最好的延伸的力量 花莲宪府表示 感谢国军驻地单位平日加强战备整备 每逢天灾疏散和附近等工作也投入协助 代表三七一万县民相亲表达关怀与未免 近年也针对花莲国军弟兄编列现运算培养第二专长 协助弟兄退伍后的人生规划与转嫌 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国军官兵的爱护与支持 感谢国军驻守家园的付出 记者长邦彦华林市报导